欢迎明星八卦CP to our channel 王一博在电影《天空之王》中向父母和年轻一代传递了强烈的信念 赵丽颖公开最新形成受期待 王一博主演的电视剧《天空之王》不仅为父母和年轻一代带来了信仰 还开辟了一个新的市场 由此,许多人开始寻找并喜爱类似的娱乐产品 从漫画、小说到电影,创造了一个完全新的勇敢和创造性的一代 这表明娱乐对社区的影响非常大,可以促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出于对艺术的热爱和热情,王一博成为了一颗著名的明星 也是许多人的灵感来源 在五一假期这个人山人海的旅游高峰期 王一博和胡军主演的电影《长空之王》在三天内获得了实时票房三亿的佳季 令人瞩目 此外,该电影在海内外各大平台的口碑评分也表现出色 《长空之王》聚焦和平时代的《无名英雄是飞原》 讲述了中国独立研发新型隐身战机的背后故事 并融入惊险刺激的战斗机飞行场面 以及搞笑的《兵哥哥日常》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除了主演的粉丝 观影主力竟然不是预期中的中年男性观众 而是以10后儿童为主 不少孩子们被抖音上的空战场面吸引而前往电影院 许多家长也因此得以在家休息时 享受到这部商业大片带来的视听盛宴和情感体验 除了极致的视听享受 《长空之王》也是向孩子们传递正能量 根植梦想的一大利器 很多时候,家长们想对孩子们传递家国情怀 自强不惜等观念 却苦恼于没有恰当具体的展现形式 《长空之王》则通过真实的情节 震撼的画面 让小朋友们对这些空泛的概念有了具体的认知 不论是主人公雷宇从稚嫩冲动到成熟稳重的成长历程 还是一代代是飞源为了祖国前仆后继的感人精神 都对孩子们未来的成长做出了正向引导 小朋友们对大飞机的喜爱 不仅仅是由于战机流畅的曲线 炫酷的外形 更是由内而发的自豪感和情怀 更有家长在影评中提到 孩子看过《长空之王》之后 竟主动去写作业了 看来是一时到了自己应该为梦想开始努力了 五一假期 与其出门人几人 不如一起带孩子们来影院观看《长空之王》吧 赵丽颖公开最新形成受期待 笑容羞涩超迷人 肌肉健硕迎赞赏 五月一日是劳动节 当天赵丽颖工作事业依旧十分的敬业 卡在了10点16分的时候 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段视频 公开了赵丽颖在五月份的形成图 并为此配文 满怀期待 迎接每一次的相遇 本月见面机会多多 和我姐赵丽颖一起祝大家五一劳动节快乐 五月形成至 一时间也受到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 画面中的赵丽颖身穿肉色的薄纱修身长裙 将窈窕的身材完美地展示出来 她一头长发也被她盘起来 露出了一张干净而又清秀的脸庞 再加上脸上也画着淡淡的妆容 虽然已经是个孩子的妈妈 但是看上去也一如既往的少女感满满 赵丽颖在视频中也展示出了自己 俏皮灵动的一面 时而用修长而又纤细的小手 摆出了一副侧耳倾听的模样 时而又遮住自己的脸庞 特别的可爱迷人 而随着节奏的律动 赵丽颖也变换着各种节奏 最终脸上也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一双大眼睛也特别的清澈灵动 洁白整齐的牙齿也十分的抢劲 可言可甜的人果然会让人心动了 可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赵丽颖在扭头看着侧方的时候 脸上的笑容却逐渐消失 显得有些羞涩 可依旧无法挡住她的盛世美颜了 而此时此刻她手臂上的肌肉 显得也十分的完美 相信日常生活中也时常抱儿子 想想了 好妈妈的形象也更加的深入人心 从后面中也可以看到 赵丽颖五月份的行程依旧十分的忙碌 这也让人期待着未来的她 也能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了 相信大家也会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喜爱她的 而近段时间以来的赵丽颖 小日子也过得十分的惬意 在繁忙的拍摄过程中 还可以尽情地享受自己的生活 看看身边的美景 与好闺蜜相伴游玩 堪称是人生中的赢家了 让人十分的羡慕 如今的赵丽颖也已经回复单身了 也期待着她在忙碌的工作当中 也能早日遇见自己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相信大方官宣的时候 也会赢得大家广泛祝福的 感谢大家关注明星八卦CP节目的有关王一博和赵丽颖的新闻 并观看了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赞 留言和订阅我的频道 以便不错过有关名人和娱乐圈 有趣故事的最新视频 请不吝点赞